就要先带各位先去把今天的范例下载下来 进行今天的课程 接下来就要请你跟着我做咯 我们来一趟精彩的Word文缩排版高效文件制作的一个旅程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第二件事在网址列这边 就请输入https写线写线go.gl 然后大写的rx大写的t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课程的范例下载 所以您要找到20225月24号的Word文缩排版2 在右边范例下载 好那全部把它一起下载下来 1点选这边有一个全部下载 然后他其实现在会先幕后去做压缩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压缩好之后就下载 请问在左下角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他产生了一个范例20220524...VIP 可是我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份文件要请你下载 所以麻烦请点左上角 刚刚我们就是点选这个范例下载 他其实会开另外一个视窗 所以请麻烦点回来 请继续下载这边有一个叫做 5月17号的Word文缩排版1 它的范例下载 因为它就是一个压缩档 所以你不用点选这个全部下载 你就直接点选这一个档案的下载 好所以麻烦请点一下下载钮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下载的动作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刚刚下压缩 刚刚下载下一个压缩档案解压缩 然后麻烦请点左下角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点一下我就可以打开我的电脑 或者是以前我们叫档案总管 接下来第二件事情请点下载 左上角这边的下载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范例 今天的2022-0524 所以麻烦请用滑鼠右键进行解压缩 请直接第三件事情滑鼠右键点选这个范例 档案 然后第四点选解压缩到范例2022-0524 然后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因为刚刚我还有在下载另外一个范例 所以您也可以进行解压缩 所以一样的动作就是说滑鼠右键点这个范例1 然后点选解压缩到范例1 好 那这个密码就是那天我们上课的日期 2022-0517 八个数字 好 2022-0517 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一个内容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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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解压缩出来这个 这个资料夹 快速点两下 这个 范例2022-0524 然后 这 快速点两下打开之后 再快速点两下范例 然后 请先开启 上面这一个高效文件范例 这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我今天呢主要是要跟各位分享Word 2016 它有很多很棒的新功能 还有一些Word文件排版时使用的技巧 希望能够让我们工作效率提升 不要加班 那所以呢 接下来就麻烦请点这个地方 启用编辑 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信任它 因为这是我放进去的 所以点选 是 确定要继续吗 当然 是要继续 好 所以就麻烦点 启用编辑 跟 弹跳出来一个 资料夹 资料库 要不要去连结 所以要请点 是 是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高效文件范例 打开来了 那 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假设当我们今天开一个新的Word文件 倘错加N 倘错加N 就可以开一个新的Word文件 它其实是 这边有一个段落符号 这个Enter就是段落符号 我们怎么样去产生段落符号 很简单 就是点Enter键 好 例如说 这个是标题段落 那 这个就是 内文段落 这个就是内文段落 那 定义的方式 很简单 就是 假设我今天 我要把这个预设的内文段落 改成标题 我就只要点选常用标题1 这样我就定义好它是标题1段落 也就是标题段落 那如果说我要从标题段落 改成内文段落 我就直接点内文 那 呃 我们 来去 先做 我的一个 就是 八个选择的小技巧 先跟各位分享 呃 第一个 如果我们是在内文 随便您挑任何一个内文里面 点一下 这是 代表说 将游标移动到指定的位置 好 那 第二个小技巧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 池中 任何一个地方 也就是内文中的池 快速点两下 你可以选到这一个池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点 三下 好 一二三 你就可以选到整个段落 那 接下来 三种了 我们介绍第四种 我们将游标落在 落在 左边界的左边 点一下 它选到的是这一行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 我们可以选到这一行 那点两下呢 我们可以选到这一段 那点三下呢 一二三 我们可以全选 那当然 我们 现在介绍六个了 还有 各位 第七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 假设我要选到 一之一 这个段落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以选它 再来 Ctrl键 按住 我们可以选 不相邻的 区域范围 好 依此类推 这样子可以选 不相邻的区域范围 你再去做编辑 再接下来 如果说我今天 还有一种 比较特殊的选取 就是 先按住 AUTO键 然后 再去 看你怎么选 例如说 拖曳 从 这个地方 有 段落 符号的 有这个字前面 拖曳到 这个段落 前后 这个的选取方式是 跨 段落 之间 的一个 特殊选取 好 那以上 这八个选取的 小技巧 就提供给你们 那接下来 我认为 就是提要效率 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合并列印 首先 假设我今天 我要做一半 就是 新知表 如何去 快速做到 这一个 一个人 一张的 新知表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会有一份 组文件 与 搭配的 资料文件 资料文件 刚刚已经有提供给各位 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 以色尔 新水表 合并列印 资料档 然后 接下来 我们会去 合并列印完毕之后 产生结果文件 好 我们通常 会把这个 结果文件 去做一个 列印 输出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 主文件 的 合并列印 要如何做 所以 将游标 先移到 这个 员工编号 冒号的 后面 第一件事情 点选 邮件 第三 点选 启动 合并 列印 的 例如说 把它视为是一个 一般 握的文件 好了 然后 接下来 请点选这个 选取 收件者 用现有 清单 然后 接下来 我们是放在下载里 而且也解压缩出来 所以 请打开 下载里面 资料夹 范例 的这一个 薪水表 而薪水单 合并列印 资料档 开启 然后 点选 确定 现在我们 要将 游标落在 员工编号 也就是说 希望 员工 拿到自己的 新资单的时候 这个位置出现的是 自己的 员工 编号 步骤就是 进行 逐选与插入 功能变数 例如说 现在我要插入 编号 就是 员工编号 游标 游标移到 员工姓名 这边 点选 姓名 然后 部门 冒号的 右边 然后 点一下 将游标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 点选 插入合并栏位的部门 以及职称 插入相对应的职称 底薪 插入 底薪 所得税 插入 所得税 加班津贴 插入合并栏位的加班津贴 请假扣薪 插入 请假扣薪 然后 全金奖金 点选 全金奖金 因领金额 因领金额在这里 还有最后 使领金额 麻烦请将游标 要移到这个金钱符号的后面 圆这个字的前面 插入合并栏位的 实领金额 现在如果要实际列印 在这个地方 完成 点选 例如说列印文件 当然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只能先给各位来去看预览结果 好 所以我们来去预览 这是第一个人的结果 好 他是管理部 经理 Andy 然后 他的实领的薪资 再来第二个人 那我就点选他 就是第二个人 好 第三个人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合并列印 接下来 握得长文件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使用到的多层次清单 多层次清单 主要就是将样式 将编号 将标题的编号去做设定 首先 我们先开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窗格 一起来检视它的整体变化 如何启动这个工作窗格 点选 检视 底下的功能窗格 好 那 我再说一次 我希望现在的多层次清单 我要即将改成这个横的一 以及这个是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我到时候我就可以去算一下 跟高校文件有关系的 有几个我要介绍的 就是小技巧 有机会 还有更多的应用再来介绍